尊敬着各位大德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很高兴 跟大家 共同学习 五无量寿经 那么我们这一次 用三天时间 选经中的一品经文 来共同学习 请大家先开经本 第四十一页 必成正觉 第七 学这一品经文 在这一品经文前面 是发大誓愿 第六 全经最重要的经文 实际上 第七品 是总结 发大誓愿 应该说 是重中之重 阿弥陀佛 在因地 发愿 那个时候 叫法藏 菩萨 发下四十八愿 在四十八愿之中 哪些愿 是核心 是核心 最为重要 现在 很多研究 四十八愿的人 在不断地去推敲 我认为这个愿重要 他认为那个愿重要 都重要 咱不要听一般人说 听一听佛自己 怎么说的 佛自己还不清楚 哪个重要吗 所以第七品经文 是法藏菩萨 自己总结 强调 大愿的核心所在 就是四十八愿的核心内容 佛自己说出来了 这个才是 念佛人 最值得 去学习的内容 所以我们选这一篇经文 用意在这里 因为近些年 对念佛法门的学习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和见解 大家 没中一世 听来听去都觉得有道理 可是在学习的时候 就跟念佛同修带来一些困扰 到底哪个 更有道理 最为准确呢 实际上 佛自己就为我们说明了 我们不需要再来再去 佛自己说的是最简单的 所以这一篇经文 我们也不需要 往复杂的方面去理解 阿弥陀佛要度众生 要普度每一个众生 一定就会让 每一个众生都听得懂 而且能做得到 否则的话 怎么去普度啊 听都听不懂 众生如何得度呢 所以必成正觉 这个必 语气非常肯定 这是一种自信 也是一种信他 自信 法藏菩萨坚信 自己这个大愿 一定能成 他发愿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信心 我这个月 超过一切祝福 但一定能成 丝毫疑惑都没有 这个信心 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自信 因为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 智慧得相 大家 都是平等的 没有差别 因此 每一个众生 都可以成 圆满的佛 信心来自于 这里 这是源头 这是源头 自信 法藏菩萨 他相信 佛说的这个话 这是信志 同时也是信佛 这个信他 首先 就是信佛 佛说的 我相信 法藏菩萨 在发愿的时候 同时 也坚信 一切众生 一定能够 因他的四十八月 各个成佛 所以这个他里面 包含一切众生 就像我们现在 发愿 众生无边是愿度 我坚信 一切众生 肯定能成佛 所以我发这个愿 我既然承诺了这个愿 就表示我认同 这个真相 而法藏菩萨 在这里 发的四十八月 实际上 这也是一种 自信 和对众生 彻底承诺的表现 我坚信 我这个愿 真实不许 一定能兑现 因此 一切众生 也都可以 因我这个愿 而圆满成佛 所以这个弊 具备 自他 这两个方面的肯定 在他当中 有佛和众生 相信佛所说 真实不虚 所以自己这个愿 绝对 可以兑现 既然这个愿 可以兑现 那么相信 一切众生 都会因这个愿 而圆成佛道 实际上 这就是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用这个大愿 联系起来 就是我们一般人 跟佛 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的原因 就是心性 没有差别 现在看起来 有差别 这是暂时的 可以通过愿力 去转变 最简单的解释 就是大家愿意 成佛吗 成佛是怎么回事 成佛就是过最快乐的生活 愿意吗 愿意 愿意就好了 慢慢就成佛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愿 我们不需要往复杂的方面去理解 就是心甘情愿 欢欢喜喜 愿意吗 愿意就成了 就像我们答应某个人 要做一件事情 我愿意 愿意说明 我们认同 我们接受 我们欢喜 我们肯定会去兑现 这就是愿 所以佛法强调愿 很重要 这一部经 实际上 就是解释 就是解释 阿弥陀佛的愿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及一切众生 如何因弥陀的大愿 而圆成佛道 因佛的愿 启发自己的愿 这叫愿愿相应 我们的愿与佛愿相应 实际上 就融入到佛的境界中了 必然成无上正觉 因此 念佛人 要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一定能往生 一定能成佛 这是最简单的信心 我们很多时候 对于自己信心不够 总是找很多理由 来说服自己 不要信他那么认真 那些理由都叫业障 头一个就是信心要坚定 信为道源功德 佛法大海 信为能入 就这个门 你再愿意进来 怎么愿意呢 相信不怀疑 里面有宝 你相信吗 相信才能走进来 不相信 说的再好 没有 走进门来 这就叫信 信为能入 这里面到底怎么好 你说说给我听呢 说不完整 怎么说 都不如你进来看一下 这就是要劝人 首先升起信心的原因 因为我跟大家说了新加坡多好多好 结果外地人不知道 你说那么好 我们也没有具体概念 那好吧 我出机票 你们去看看吧 那就行了 肯来看 就算入门了 进来之后 这里的好 就会慢慢的全面了解 这就是有了信心之后 对于佛法保障的内涵 才能进一步了达 对念佛人尤其需要坚定信心 所以念佛同修 我们现在需要 不断地去审查自己的信心 是否坚定 这是头一个 信愿性 头一个信心 有没有坚定 对自己 有没有怀疑 怀疑的表现就是 相信自己 能往生 能成佛 如果不这么相信 就是有疑惑 对佛有没有信心 对释迦牟尼佛有没有信心 对阿弥陀佛有没有信心 对经中所说的 有一丝毫疑惑 这是对释迦佛信心不够 对往生极乐世界 有疑惑 是对阿弥陀佛信心不够 有些念佛同修会常常说 我们业障重啊 我们念佛时间不够长啊 或者说我功夫没有达到啊 以此来动摇 这些信心 这是常常听到的 一些言论 实际上呢 这些恰好是我们应该 建立信心的依据 业障重 所以才要赶紧坚定信心 功夫不够 为什么功夫不够呢 因为根不够稳 那个根是什么呢 根就是信心 信心是念佛人的根 信心没有 所以功夫怎么用 都不相应 他夹杂着疑惑 就像我们跟一个人交往 我们对他不信任 你再怎么样交往 都不可能成为知心朋友 因为你怀疑他 就这么简单 那不是我怀疑他 我觉得他这个人有问题的 那就是怀疑 他有没有问题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对他的心态 这个才是要命的地方 现在出现了一个 完美无缺的人 我们还在怀疑他 你说是什么原因 是我们的心态有问题 就拿普通人交朋友来讲 客观来说 没有哪个人是完美的 都是凡人嘛 你要等到对方 变得很完美了 你再跟他交 很好的朋友 实际上 别人也用这样标准 看你的话 你又不够资格了 人家完美 你不完美了 所以真正的基础 就是我们自己的信心 对佛的信心 也是这样建立的 首先佛没有任何理由 值得我们怀疑 佛是个完美的人 佛所说的一切法 已经经过无数菩萨的验证 我们连怀疑的资格都没有 但我们还很喜欢怀疑 实际上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障碍 如果这个根没有扎稳 怎么用功 都很难相应 就像刚才说的一样 你怀疑人家 你希望别人跟你做知心朋友 不可能的事情 别人怎么改变 你都不可能跟他做知心朋友 问题不是别人 这是自己那个信 所以学佛同修 一开始 先要把自己心里面这个障碍 给消除 灭佛同修 先要把疑惑性给扫除 那怎么扫除呢 不要疑就行了 不要怀疑自己 也不要怀疑佛 对佛所说的全盘接受 佛怎么说 我就怎么接受 佛说一切众生 都可以到我国土来 那我就听话 听佛的话 按佛说的做 到极乐世界去 就这么简单 如果业障重 你都知道业障重 还不赶紧鉴定信心 那不是业障更重吗 功夫不够 功夫不够了 还在那边说 不赶紧把这个念头打掉 不是业障更重吗 所以头一个信心的坚定 对往生丝毫疑惑 不要用 这是功夫成就的基础 信心的培养 也是大功夫 我们老喜欢怀疑别人 也是功夫啊 这真是一种功夫 很累 但是不觉得累 进来一个人怀疑 生活中出现一个人 怀疑 把别人身上 全部扫描一遍 还是觉得不可靠 别人都消失掉了 提起他 还是怀疑 怎么有功夫 怎么能行呢 一般人怀疑 几天就忘掉了 怀疑养成习惯 他就有了功夫 真是这样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人 什么事 头一个念头起来 就是不可靠 要把他怀疑一番 这辈子不可能遇到可靠的人 因为心有疑惑 所以民间有句话叫 傻人有傻福 那个人傻里傻气的 什么时候骗着他也相信 忽然有一天 有一个发财的机会 他真遇到 人家说他太幸运了 不幸运 那是自然而然的 他用信心 招感来的 他相信有这样好的机会 这样好的机会 就留给他 就这么简单 信心的力量 不可思议 我就相信 我能往生 就一定能往生 而且佛那边承诺了 为什么不信呢 所以 此地的必成正觉 我必成正觉 法藏菩萨已经成了 现在轮到我们了 我们要这样去 直下承担 这个经 才是我们的经 要不然 这是释迦佛说的 跟我们没关系 经典 不是念来给佛听的 也不是念给那些鬼听的 人都不信 鬼会信吗 天天念给鬼听 鬼看了 你们在唱戏 你们都不信 叫我们信 骗鬼 鬼好骗吗 我们心里面想什么鬼都知道 人好骗 鬼不好骗 所以做这些法事 超度 能不能有效果呢 就看做的人 你自己都不信 你别指望会有效果 自己诚心的一教奉行 与经相应 你就不超度他 他都在旁边 要借你的光 这些道理 以往我们听经 也都听过 他现在好像慢慢忘记了 觉得我们很厉害 可以超度那些鬼 自己连这个疑惑心 都没超度掉 你拿什么去超度人家 自己对这个经都不信 你拿什么去让人家信 我们所说的真诚 真诚是什么呢 首先我自己完全认同 这个经 这是真的 我诚心诚意的推荐给大家 这个经就是我的 极乐世界就是我的业务 我家的事 我要去极乐世界 你们谁要去 赶紧报名 你们不去也没关系 我是肯定去的 那是我家 只不过 旧路还家 顺便带几个 比较方便 愿意的一起来 不愿意 拜拜 就这样 多自在啊 这才能普度一切众生 就是从理论上讲 任何一个众生 没有理由 无法往生 如果有 就是自己不信 自己不愿 自己不肯行动 佛那一边 没有任何障碍 所以众生 不要自作障碍 就是我们这些众生啊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不要天天老怀疑这个 怀疑那个 有人说了 我对佛是相信的 对人信不顾 算了吧 对人不相信 对佛也不会相信 因为他会变成习惯 我们的心就这么一个 你这个心养成了疑惑的习惯 对谁都会疑惑 你自己的想控制都控制不了 他有一种惯性 就像我们 在生活当中 要培养好的习惯 为什么 要在生活中 要在家庭里面 要从小事情做起 小小事情养生习惯 大事情就顺其自然 自然而然就这样 你还留一半不是这样 你到时候啊 遇到重大的事情 你就犹豫不决了 你不知道有哪个习惯 实际上 哪个力量强 它就自然掀起作用了 这个就是 我们所说的功夫 修学的功夫 实际上就是一种 心理习惯的 它一点都不奇妙 这个力量 说起来不可思议 做起来是那么简单 所以这个B 我们自己 要有这样的信心 我必成正觉 必定往生 一切众生 我也坚信 必定能够成佛愿力 往生不退成佛 法藏菩萨 当时就是这样发愿的 他成佛 就是一切众生成佛 再换个最简单的说法 这个法藏菩萨 阿弥陀佛 太了不起了 他的愿 就是一切众生的愿 一切众生什么愿呢 都不希望苦 都希望快乐 希望永远快乐 所以那个极乐 什么意思 就是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永远 永远快乐 这叫不退转 什么叫不退转 你从现在开始 就一直快乐下去 不会再苦了 就叫不退转 暂时停下来 就是退了 这是一切众生 发生内心的理想 心愿 你说有谁希望苦吧 没有吧 这不是众生的心愿吗 诚心诚意的心愿 阿弥陀佛知道啊 所以他发的这个愿 就是满一切众生所愿 成就一切众生共同的愿 让众生得永恒的安乐 所以那个世界叫极乐世界 极乐的意思就是永远快乐 不退转 就是从事以后 没有任何苦难 可言 所以这个愿 是众生的愿 不是说里面的条文啊 这是愿的心 愿心所在 因此 我们聂佛人 要明了这个愿心 就能听得懂 四十八愿 就是我的愿 也是大家的愿 没有哪个众生 不希望这样 法障菩萨 不过是设计了一套程序 让大家最终 达成这个愿望 大家都希望快乐 但是事实上 现在大家不快乐 怎么办呢 给大家编一套程序 你按这套程序 启动 直接把大家 转化成为最快乐的人 这就叫往生不退成佛 往生不退成佛 这个说法 现在很多人很难接受了 什么往生不退成佛 不过就是去死而已嘛 所以我们得换个说法 往生不退成佛 就是我们的生活 升华到没有痛苦的境界 那是终极版的幸福生活 不是像我们现在手机 一年更新换代 不是的 这一项升级 就是圆满的升级 终极版的幸福生活 就叫往生不退成佛 没有哪个生命 不希望得到这种果 所以才说 他能普度一些众生 原因是什么 众生需要 因此法藏佛杀 信心坚定 必成正觉 我们学习 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 每个念佛人 必成正觉 每个还没念佛的人 将来也必定 能遇到这个念佛 成佛的快乐法门 这个念佛法门啊 叫大快乐法门 以前叫大安乐法门 可是现在安乐被误用了 安乐死 所以得换个说法了 快乐还没有被误用啊 生日快乐 新年快乐 还在快乐呢 所以大快乐法门 念佛什么法门啊 大快乐法门 有什么好处啊 你想不想快乐 想不想开心 好处就这样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吗 就这么简单啊 就不简单啊 人生最缺乏的就是快乐 你不信问问那个 有钱人没钱人 问问看 有钱没钱都缺乏快乐 快乐的时间很短 不要问别人 问问诸位 今年刚开始 才十几天 几天快乐啊 几天快乐啊 今天快乐啊 问到了才说快乐啊 没问到 早就忘得一根二进了 在我们心里面 所停留的 多半是那些不快乐的 人事印象 我们总是被钱多钱少左右 被人好人坏左右 被天情天因左右 几时我们心中的快乐 像光明一样 那么灿烂啊 很少很少 看都看得出 这个骗不了人的 真骗不了人的 怎么看出 这一张脸就是 天气预报表 一看就知道了 你说会抓 装得不像 因为这一张脸 它有什么样习惯性的动作 时间久了 会留下记忆 这个记忆 说的好听一点 就是岁月的痕迹 脸上的轮廓 说的不好听一点 就叫醉症 发过多少脾气 生过多少烦恼 脸上是一清二楚 骗不了人 真骗不了人 看相的一看就知道 其实啊 学佛同修 多少有一点经验 心能清静一点 能观察得出 不要看别人啊 看自己啊 镜子拿出来照一下 里面 那个轮廓 你对比一下 教大家学看相 假如自己常常生气 出现了这个轮廓 那么你看别人就知道 他估计跟我差不多 经验之谈嘛 假如你自己非常欢喜 出现了轮廓 他会改观 那么你就看吧 有人很欢喜 出现这个轮廓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人 晴天比较多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所能够得到的受用 什么叫受用 就是功德 讲功德 现在很多人也听不懂了 什么叫功德 出钱是功德 做善事是功德 真正的功德 就是内心的受用 这是大功德 内心 真实的感受 感受越来越自在 烦恼越来越少 这叫功德大 功德正常 所以这些 我们都要结合 现前的实际生活 学佛是实实在在的 不是谈玄舍妙 也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 经上实际上 都是教我们 怎样更好的过生活 过快乐的生活 过永远 没有烦恼的生活 这个就是净土法门啊 以后再向人介绍念佛 很简单 你想快乐吗 想快乐就念佛 你不念佛就不快乐吗 反正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你现在不快乐 以后快乐不快乐 自己看着办 你想快乐的时候 就想念佛 很简单啊 真的念佛 人马上会忘掉 曾经的不快乐 你说我又不快乐了 你就忘记念佛了 肯定是的 不用说都知道 念佛这是一把 打开我们 心性宝藏的钥匙 这个宝藏里面 实际上 就是我们所有生命 希望得到的 幸福快乐的生活经济 这个门 这个门不要完全打开 开一点点缝 那个快乐的光 快乐的声音 就会把我们给射受住 我们都不想跑 所以念佛能打开 快乐之本 这是念佛人 所学的法门 不要总是 用消极悲观的心态 去看待这个法门 接下来 经文 我们再进一步详细的学习 请看经文 佛告阿难 尔时 法藏比丘 说辞愿以 以计 数月 先看这一句 简单说一下 佛 世尊释迦牟尼佛 告阿难 告 告诉 长辈对晚辈讲话 所用的语气 晚辈对长辈讲话呢 用白眼 这些常识 我们了解 在生活当中 也养成习惯 长辈 谁是长辈呢 除自己以外 我们都可以学着 用 秉白的语气 跟人讲话 就是除我以外 所有人 都是长辈 这是今天 我们要学的态度 你不要衡量 我看看 我看他年龄 比我小一岁 我得告诉他 我们目前 实际上 并不具备 告诉人的资格 我们是凡夫 他也是凡夫 他比我还凡呢 我就要告诉他 那你比他凡 你用事实证明了 你比他凡 人家都没开口 你是不是比他凡呢 谁让我们学佛呢 我们学佛要觉悟 那觉悟就要 就要对别人好啊 那没错 对别人好 就是自己好 对别人好 别人不一定得到好 当然 自己一定不坏 多简单的道理 对别人尊重 别人未必能领情 但是自己 就展示出有 涵养的一面 自己先好起来了 然后旁边的人 就会尊重了 这叫因果循环 所以我们今天 在生活中 从言谈举止 这些小细节上 黑洋 尊重人的习惯 白言就是跟人讲话 客气 婉转 善巧 尊重 只有自己 在特殊情况下 才象征性的告诉对方 告诉是比较 郑重的 甚至有些严肃的 我告诉你啊 今天晚上 必须好好学习 这就是长辈 对晚辈的语气 以前还可以这么讲 现在 慢慢行不通了 爸爸妈妈对小孩 也慢慢行不通了 你还没告诉完 他回过来 要告诉你了 再不行 他就要真的 告你上法庭了 所以刚才才讲 除自己以外 对所有人 都要培养 言语 要尊重 我想说几句狠话 关起门来 自言自语吧 对自己说 发现一下 培养一种 对人尊重的习惯 决定有好处 这是举一个小例子 以前的 这些礼仪习惯 在我们今天 这个时代 我们要学会 让它升级 你看我们现在 手机电脑软件 都在不同升级 那么古人传承下来的 这些好的教诲 本身基础都很好 但是在不同的时代 都需要升级 就像刚才说的 长辈晚辈之间的 这种互动 不能用以前的标准 去看好 以前家庭 家庭式的这种教育 长辈对晚辈 可以 十分严厉 十分苛刻 还是能接受 现在还是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的原因就是 没有大环境 别家的孩子都不这样 你对自家孩子这么严厉 这么打 这么骂 当然 做家长的 出发点肯定是为他好 他开始听听也是对的 结果一出门 跟邻居家小 和一商量不对啊 他家不是这样的 然后别人还会跟他说 你妈妈虐待你 我告诉你 警察电话号码多少 你打 这下就完了 因为大环境不一样 因此需要升级 需要换方式 用心不变 方式方法要换了 时代不同了 时节因缘不同了 方式方法也要有所调整 这要观察环境 这是告 佛告阿难 老师 对学生 二十 就是前面的四十八月 讲完之后 法藏比丘 就是阿弥陀佛在英帝时候 出家的身份 他在出家前 是一位大国王 叫士饶王 他经文大家都能看到 经文熟的 大概回想一下 能想得起来 智力国家 非常成功 所以叫士饶王 饶是奉饶 在他做国王的这段时间 整个世间 歌舞升平 盛世太平 精神物质 两种文明 高度发达 所以叫士饶 饶就是 丰饶 丰富 人民 安居乐业 按照一般人的 思想观念 国王做到这个份上 了不起了 圣王在世 但是这位士饶王 听到世间自在王福 讲解宇宙之间 还有更幸福的生活 值得对求 目前 还有相当一部分众生 正在 受苦受难 连最基本的幸福生活 都没享受到 但这些众生 都不在他的国家身内 当他了解到 这个真相之后 做了个决定 什么决定呢 这国家太小了 我不要 我要做 更大的王 要帮助 更多苦难的众生 你看 这有眼光啊 一个小国家 不要也罢 于是 第二天就跟佛说 我出家了 那就是 世饶王 气味出家之后 佛给他起个法名 就叫法杖 他的出家 不是消极 就是刚才说的 他观察到 更广阔的前景 要做法王 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过最幸福的生活 你说这个选择 有谁比他更有远见 哪里是消极呢 我们今天 别说一个国王 一个家里面的王 家中之王 王后 都看不了 一家之外的 更为广阔的空间 你说我们这个心 有多小 我们那个眼光 有多么狭外 所以我们不撞墙 那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们把自己的空间 压缩得那么小 现在头还这么完整 很幸运啊 这就要迷 说我们迷 我们不服 我才不迷呢 这就好比 关起门来 说自己很厉害 这就是凡夫 不了解 生命的真相 不了解 世界的真相 为什么要学佛呢 佛法为我们 说明这个真相 我们的生命 远不止这几十年 过去 往前面去追溯 找不到 那个七点 往后面去看 看不到尽头 这个生命叫 无始无终 这个才是 生命的全部 因此 生命才有希望 往外面去看 世界之大 超出我们的想象 比我们想象中的 不可思议 还要不可思议 这就是佛法 为我们说明的 宇宙人生的 事实真相 果然相信 你说这个人 那个生活的 格局就不一样了 一般人是为这几年 这几十年而生活 学了佛之后 不是 我这几年 这几十年 是为永远的幸福 而生活 这哪里是一个概念 学佛人 要有这样的生命格局 然后就不会计较 这几年 这几十年 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你还会计较吗 不会了 这叫觉悟了 那别人为什么会计较呢 因为他认为就这么乱 他认为就这么点 他认为就没了 他不了解真相 这是我们学习佛法 首先要认识到的真相 一个大国王 说放就放 他的放弃 不是消极 他是看到了 更广阔的前景 所以放的 消杀 自在 他的老师 世间自在王佛 给他起了这样一个 名号 法障 法是一切万法 障吗 就是保障 宇宙间 无穷无尽的宝藏 真的跟你找到了 有智慧啊 国王不做了 找到宝藏 用意在这里 而且这个宝藏 是一切众生 共有的 所以他这个书家 真正能够体现出 佛法中所说的菩萨精神 菩萨精神是什么呢 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啊 我们自己的价值就体现在 能够帮多少众生觉悟上 这就是菩萨的价值所在 能够令多少众生觉悟 让多少众生过上幸福生活 那就是自己全部的成就 所以菩萨无我 无我的概念就是 他们有个界限 我是界限的意思 自己画了个界限 这地方是我的啊 你们都不可以过来啊 这钱是我的都不可以动啊 有界限 这个仗 这个宝藏没有界限 一切众生可以共享 资源共享 这是我们今天的名词 真正觉悟的人 就是认识到 宇宙间的所有资源 是一切生命共享的 愿意这样做的人 就能完整享受到 宇宙中的所有资源 不愿意这么做的人 自己的资源就很有限 因为把自己局限住了 你说是自己一个人的多呢 还是无量无边 众生的资源多呢 肯定是一切众生的资源多 所以自我局限的人 恰好是放弃大利益的人 这种人叫傻瓜 我们一般都说这种人叫傻瓜 有钱不赚 有便宜不占 现在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更大的便宜 不懂得去占 更多的资源 不懂得去共享 却仅仅守住 自己那么一点点小利益 这叫凡夫 叫我 我们这个我 就是这个意思 菩萨无我 就是打破了这个界限 其实很简单 当我们真正相信 当我们真的 知道这个事情真相之后 那里有个宝障 你现在 你现在这个包背不动 你先放下 那边宝障 都顺利了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 而且也能看到 你这包不放下 才真叫傻瓜 你放下这个包 那边有个宝障 你说放不放 我不信 你骗我的 就不放了 凡夫就是这样 宁愿守住自己 这一点小利益 不放 菩萨之所以叫菩萨 这一点比我们厉害 菩萨是觉悟的 有智慧的人 捡大便宜的人 所以你看菩萨 各个都很富有 各个都很有智慧 各个相貌都那么好 哪里会比我们笨呢 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众生 反而失去了大力 说说这位法杖比丘吧 他国王不做了 多明智啊 大家想想看啊 他如果当时还做国王 他的国家现在还有吗 不是早几个世纪啊 早几百千万亿个大劫 就消失掉了 管你什么国王 在轮回中 早就灰飞烟灭 他早看到这一点啊 赶紧舍掉 小包不要了 去抢那个宝藏 给他得到了 这个宝藏 就是现在的极乐世界 这个极乐世界 是永恒的宝藏 极乐世界之富有 佛在经常说 一切祝福 从现在开始 一直说 说了一节又一节 说之不尽 我们在经常听到的这些 都是随便去举的小例子 而且举的都是我们 以为不得了的例子 什么黄金铺地啊 七宝庄严啊 这在极乐世界 都是小儿科了 极乐世界的富有 超出天人的想象 很多倍 别说烦人了 我们这些人 穷习惯了 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富有 看到人开个跑车 做东大房子 出钱拼命地花纸钱 就认为他很富有 你有没有听过 出门 把自己的地都带走的 说走一二二 扭启动 下面的地全部带走 想搬到哪里 马上就落下来 你有没有听过 不用吃饭 一天又一天 不会饿肚子 不用美容化妆 不用洗脸 相貌 永远是那么样 清纯 那么有气质 那么潇洒 那么漂亮 你有没有听过 不用带信用卡 想要买什么东西 话都不用说 全部都出来 这些都是在极乐世界 最简单的生活状况 这还不是极乐世界 最高层的生活 极乐世界最高层的生活 是天天跟这些 最富有的一群人 在一起聊天 在一起游戏 那些人是什么人呢 我们现在都叫他佛 佛就是在宇宙中 最富有的一群人 这是佛法里面 为我们展示出来的 幸福生活的 真实场景 《无量寿经》上 也举了这样的例子 但是我们 没有联系到现实生活 所以很多时候 生不起这种 祥往之心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 去深入了解 法杖 比丘 比丘是出家之后 受巨族界 男子的称呼 就是出家受巨族界之后的 男子 叫比丘 他里面 有几个内涵 不再一一细说 说此愿意 前面的大愿 说完之后 以祭颂约 祭颂 这是佛经的一种体裁 讲话的一种方式而已 我们也不需要 讲得太复杂 祭颂就是一种 讲话的方式 过去的人讲话 很浪漫 不像我们今天人讲话 一点没有涵养 话讲完之后 你记下来 简直是不堪入目 这过去人讲话 很浪漫啊 你看这些话记下来 就是诗 就是歌 看了一遍又一遍 不厌其烦 我们现在都喜欢看古书 什么诗词歌赋 那是什么呢 古人的唾国 古人家常便饭 在那边没事 闲聊 聊完之后 记录下来 就传给我们看 这就是他们的语言习惯 那佛 一诸大菩萨在一起 他们讲话 这种语言习惯 就是这样的 出口成章 这也不是夸张 所以记送呢 就是一种非常简约 明了的讲话方式 是把很复杂的话 内容很丰富的话 用简单的固定的几个字 一句话讲结束 这一句没有完全讲究 下面再来一句 都是同样的格式 记也好记 看起来也整齐 记录下来 打电脑也好排排 这个就是语言表达方式 这种方式叫寄送 类似于我们古时候 所讲的古师 不同的是佛经的寄送 他们有严格的 声率评质要求 字数一样 但是不讲求押运 所以有很大的灵活性 接下来就是寄送的内容 这一品经文的寄送属于重送 意识重复前面的 将前面重要的意思 凸显出来 用意识重复前面的寄送 我见超市智 必知无上道 思愿不满足 事不成等觉 先看 这第一首寄送 这一首寄送 法杖比丘 开宗明义 将自己的怨心 说出来 我 见超市智 这个我是随顺我们凡夫的习惯 自己称呼 菩萨说话也叫我 要不然大家都不知道 他在说谁 所以菩萨说我 是随顺众生的语言习惯 事实上呢 菩萨这个我 是大我 就是粉碎小我之后的概念 见 就是因 就是开始 打基础 建立 说明什么呢 说明 从这个地方 刚刚 开始 超市智 先说智 智是什么意思 智这个字 在我们传统的 文化当中 意思其实也不复杂 很简单 把这个字 大家拆开来看 一个是 下面一个心 什么意思 心所向的方向 或者就按这个字 两个字的意思 何起来解释 是之心 是什么人呢 是是有勇气的人 有毅力的人 对于自己的前途 认定 不随便更改的人 有句话 是可杀 不可辱 就是这个是 但是形容过去的 读书人 有气节 有骨气 他不随便更改自己的意志 这一种人的心 他的心态 就叫智 这就很好懂了 就是不是随便 改变人生态度的人 他一旦认准 他就会坚持到底 这叫智 很简单了 我们讲的乐 也正是这个意思 只不过呢 乐 更生动一些 更喜悦一些 愿意吗 今天发心声 你愿意来吗 肯定愿意呀 这里面有喜悦的意思 高兴 所以佛法用愿 用智呢 表明自己的心迹 我这个心愿 是永远都不会改的 所以叫智 智前面加上超视 在普通人当中看不到 超越世间人 一般的志向 那是什么志向呢 就是前面说说的 愿与一切众生 分享 幸福生活的志向 最简单的一个计划 最简单的一个设法 就是法障 比丘 他自己发愿 我建个极乐世界 成佛了 我这个果报 无条件 愿意跟一切众生 共同分享 这个志向 一般人 一般人还真没有 一般菩萨 也不一定有 甚至 曾经的很多祝福 当时发愿 当时发愿的时候 也都没有发到这个愿 所以这个超视 不仅是超越 凡夫世界 超越一般的菩萨 乃至超越 一切 在因中 不曾发过愿 这些佛 就是 与一切众生 共同平等 分享 这种圆满 幸福 果报的愿 很多佛没有发过 所以为什么 阿弥陀佛叫大愿王 原因就在这里 他愿意平等的 跟一切众生 分享 成佛的果报 这个是人类 追求的终极生活 估计在人类的 有生之年 都会平等达到 别说分享 终极的幸福生活了 你分享 总理的生活都不可能 你好好过自己生活吧 所以看起来 这好像是 理想的一种心愿 但是 给法藏比丘 实现 在极乐世界 就是这样的生活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 凡是到极乐世界去的人 都跟他一样 都具足32项 80岁行好 而且极乐世界呢 所有财富 大家可以共享 不需要批准 这不是最简单的见证吗 这个月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目前为止 还真就没有第二个人 真正兑现 就是这位 法藏比丘了 太了不起了 这叫超市值 超越四处世界 因此 诸佛赞叹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赞叹 阿弥陀佛 了不起 但这里要说清楚 这并不是说 阿弥陀佛地位 比诸佛高 说清楚了 恰好是阿弥陀佛 把自己跟一切众生 融而为一了 从最初发心 就是这么定位的 就是我将来成佛了 成佛的果报 与一切众生共享 甚至不需要众生 辛苦地去修行 他可以分享 成佛的果报 这就是诸佛赞叹 阿弥陀佛的真正原因 他在做菩萨的时候 就想到这一点 了不起 太了不起了 我们天天念 弥陀佛大愿望 说老实话 到现在都没搞清楚 他大愿望 大在哪里 到底这个愿 比祝佛殊胜在哪里 没想过 没弄明白 就在这里 佛自己说了 法藏比修 因底说得很明白的 我们不注意听 我们都在找 哪句经文叫发财呢 哪句经文 宝平干呢 都在找这些经文 我们读的经 实际上都是这些 所以怎么读 都不开窍 那些放光的地方 我们都躲起来 纵然好不容易理解一句 也是 哇 我终于明白了 那个人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 我们是用自我的习惯 去理解 佛在经上的言论 这就很难 真正理解了 当我们放下自我的意思 佛经的意思 并不难 难得会故意为难我们吗 讲一些让我们听不懂的话 怎么可能呢 必至无上道 这就是刚才说的 法藏比修对自己发的愿 信心坚定 现在还没有请佛做证明 自己就斩钉截铁的 这么表达 我这个愿一定能成 必至无上道 无上道 就是无上佛道 无上佛道是什么意思 无上佛道就是进入 永恒幸福生活的轨道 这就好懂啊 就是进入了最佳状态 永远不会出故障 永远不会停下来 这就叫成佛 这就是无上道 就好像高速公路一样 这个是最安全的 速度最快的 风景最好的 全部免费的高速公路 道嘛 道就是规律啊 把我们的生命状态 调整到最佳的规律 这就叫成佛 成无上道 师愿不满足 事不成等觉 再回过来 反正 假如这个愿不能够圆满兑现 我就不成佛 我成佛没意思 这话就好懂了 我干嘛要成佛呢 如果我的成佛 不能给众生 带来永恒的幸福安乐 我成佛还有什么意思啊 这样好懂了吧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法障菩萨 他最初放弃国王 出家 发愿成佛 就只有这一个想法 我不做国王了 不是不管你们了 之前我以为把你们照顾好就足够了 刚刚我才听说 在我的国家之外 有太多太多的生命 在受苦受难 而我对他们一点办法没有 现在我要去学本领 想办法 建设一个更大的 更永恒的国土 让所有的生命 都向你们 甚至比你们现在 过得还要幸福快乐 为什 我现在这个国王 先不做了 希望大家理解 这就是法障 让比丘放弃国王 唯一的目的 就是他成佛 唯一的目的 就是希望一切众生 过得更好 因此才说 如果这个运 不能兑现 我不成佛 我成佛没你死 那我们现在 念佛人 这里也要学学了 学什么呢 我们往生 如果我们也有 这样的魄力 不往生才奇怪 什么魄力呀 我的往生 就是为了改变 跟我有缘人的命运 通过我的往生 令一切 至少跟我有缘的 这些众生 都能离苦得乐 否则的话 我没有理由求往生 这样发愿 就与阿弥陀佛 愿心相应 好了 你不用管了 剩下来 不是你要不要往生的事情 是阿弥陀佛什么时候 来接你的事情 阿弥陀佛一看 哦 你小子厉害啊 跟我当年一样啊 重点锁定 最大莲花留给他 接班人来了 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大家求往生 都在求自己往生 这个人 他不是为了自己 他的往生 是为了利益更多众生 这就是阿弥陀佛的约 懂了吧 这个时候 你还会担心 不能往生吗 早就不是自己 所考虑的事情了 我们现在为什么顾虑啊 还是我 怕自己受苦 没有想到 还有更苦的重生 我们绕来绕去 都绕不出 那个小我的圈子 因此到处碰壁 这是弥陀愿望 核心所在 佛说得很清楚 一点都不难懂 你还需要争论什么 哪个愿重要的 就这个愿重要 不是第几愿 第几愿重要 就这个愿心重要 懂这个愿心了 那个愿文 你就完全理解了 那个愿文 不能分开 那愿文是一张网 互联网 里面缺一个 整个网络运作都会瘫痪 我们现在要 真正理解的 实际上是愿亡之心 法杖比丘 他为什么发出不去 我们为什么要去那里 难道我们去极乐世界 真的就是 看中了极乐世界 那几块黄金吗 如果你需要 我们的地球上黄金也不少 足够盖几间别墅的 把你放在那个里面 会快乐吗 极乐世界 豪华的生活 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 更多的是体现在 这一种心灵的关怀上 这才是极乐的真正原因 所以我们今天念佛人呢 要进一步 深层次的 去了解 极乐的内涵所在 才不至于被人笑话 你们念佛人 就是冲了几块黄金去的 才不是呢 听说极乐世界 黄金铺地 哇 全部都跑去了 才迷一个 现在我们要了解到 极乐世界那个黄金铺地 是说的心底 心底之纯 之真 之永恒 就像黄金一样 弥陀的月 就像我们羡慕的黄金一样 那么蠢 没有一丝毫其他的想法 那么真 丝毫欺骗没有 就像我希望过快乐生活一样 我也希望所有生命 都跟我一样快乐 那么永久 我不希望一丝一毫痛苦 在我今后的生活中出现 因此 这一种幸福不能间断 这就叫无量寿 这就是阿弥陀佛所有的愿 实际上就这一个愿 我们要学习弥陀的愿 要理解弥陀的愿 要从这个地方 这叫直接了当 所以法藏比丘前面说完了愿文 后面要总结 就是把愿心说出来 愿心在这里 而不在文字当中 我们要从这里理解 我们现在学习佛法 从这个地方学 叫觉悟了 真的觉悟了 苦 马上就烟消云山 谁苦呢 为自己的人苦 谁不苦呢 把自我打破的人离苦 就这么简单 接下来 大家再看经文 父为大师主 普记诸穷苦 令比诸群生 长夜无忧恼 出生众善根 成就菩提果 这是一段 这一段呢 一手半几手 这是一个完整的意思 所以一起念 父为大师主 身份换一下 我们介绍阿弥陀佛 大家可能不知道怎么理解 阿弥陀佛是什么样一个人 怎么给他定位呢 现在 人家自己定位了 法藏彼秋自己定位了 我成佛 包括现在 我是什么身份呢 抛开国王 彼秋菩萨和佛的身份 不说 我是大师主 师主知道吧 各位师主 慈悲慈悲 西游记里面 教会的 师主 写一个方便吧 于是 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了 师主 就是唐僧的可投语 唐僧所遇到的人 都叫师主 在佛经上 师主 是对修布施的人 一种尊重的成果 不限在家主家 现在大家习惯了 理解 师主嘛 就是居士 有头发的 才叫师主 这是一种狭隘的理解 法障比修啊 出家身份啊 父为大师主 师主 就是热心付出的人 师就是布施 欢喜布施 欢喜付出 这个人就叫师主 周围师主 来多教教 大家是师主哦 我也是师主 我们现在是小师主 希望经过不断的学习 能成为忠耗师主 最终能成为大师主 学佛啊 佛就是大师主 就是论事 这位法障比丘 一路走来 都在做大师主 你看看 国王不做了 整个国家都施舍出去了 是不是大师主 古往进来 几人能做到 发现出家事后 后面积功累德经文中 所以我们举了一些例子 这位法障比丘 法障普查 在成佛之前 以种种身份 广行六度 为一切众生去付出 现在成佛了 整个极乐世界 愿与一切众生共享 这不是大师主吗 他不怕 这些财富被人用光吗 这就是我们 小气鬼的习惯性想法 我们的习惯性想法就是 没了怎么办 没了很好办 本来就没有 很好办 本来就没有 这是真相 所谓 来的时候有吗 我们从妈妈肚子里出来 有什么啊 什么都没有 衣服都没有 那将来要走的时候 你想带走东西 可能吗 不可能吗 但我们相信可能 很多人都相信可能 因此 才拼命的 往仓库里填东西 我要带走 我要带走 带到哪里去呢 反正不知道 我反正要带走 我还要带哪里去 我们很多人一辈子 就是这个习惯 也不知道要带哪里去 反正就拼命 往里面塞东西 包袱不够 塞仓库 仓库再不够 才建个更大的工厂 反正这辈子 就是往里面塞东西 什么东西啊 钱 名声 地位 家亲 眷属 一切的一切 这就是我们 乞丐的习惯 不懂得不失 那就是乞丐 乞丐什么 索取 索取的心就叫乞丐 觉悟的人 就是不失 就是两种人 在宇宙中就两种生命 一种就是付出 一种就是索取 索取的人 就越来越往下 付出的人 就越来越往上 很简单啊 他把不要的东西 都给大家了 大家拿不动就往下 往下脱落了 就这么简单吗 越来越重嘛 他越来越轻 带不动都给大家 就这么简单 法藏比丘 国王不做了 身为菩萨 菩萨不做了 成佛 就这么简单 国土不要了 有了极乐世界 他现在极乐世界 他也不要 愿与一切众生共享 和极乐世界 越来越大 《无量寿经》 后面有说 整个宇宙的众生 都去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没有看到 增加一个人 就那个容量太大 就像江河湖海的水 全部都汇入太平洋 太平洋没感觉到大 没有感觉到水增加 都太大了 实际上呢 水是增加了 但是看不出来 量大马 所以我们今天 学习佛法 要从这里学 学做大师主 从现在开始 先学着 在生活当中 培养布施的习惯 大师主不能太小气吗 省一块钱吧 一点一点吃 如果没钱 小气 知道你有钱 就说没钱吧 没钱也可以使 舍什么呢 舍张脸给大家 好不好 舍张脸给我 不行啊 我的皮很宝贵的 不是要你的脸皮呢 笑一个行吗 舍一张笑脸 这个免费可以 那再舍一个 也不花钱的 说句好话 这个也免费 什么好话呢 人家学着去鼓励人 去帮助人 去赞叹 去尊重人 实在不行 给人念去 阿弥陀佛 也是一种布施啊 舍个慈祥的眼光 舍一份 关心的心念 身边有人需要照顾 举手之劳 舍一个空间 舍一个座位 这是没有钱 去舍的 这个理由啊 你可找准了 可不要后悔啊 你说我没有钱 以后真的就没钱 真是这样 很多人一听说 我没钱了 他常常这么念叨 以后钱就越来越少 钱很生气啊 他明明在你口袋里 你说没有没有 他就跑到了 所以你自己在想明白了 说那怎么办呢 要是我钱很多很多 这个钱他会找朋友 然后你把他送出去 他就找一群朋友 过段时间又回来了 这不是开玩笑 真的哦 一个是你的心想 在支配你的命运 你老说我们有 我们有 习惯性的想法 就会让你变成 习惯性的行为 你以后就是用 没钱的习惯去做事 所以你看这些 大福报的人 有钱人 他们在言谈之中 几千万几个亿 他觉得都是小菜一碟 实际上他不一定 有那么多钱 但是他养成了习惯 过不了多久 这些钱真就来了 习惯 那么钱能找钱 穷能找穷 所以菩萨为什么会 福报那么大 大到能成佛 最终圆满福报 舍出来的 不是吝啬出来的 小戏只能做鬼 没有说小戏菩萨 所以我们学佛 这是第一个习惯 也是头堂功课 很多同修来问我 学佛要先学什么 要读什么经 要念什么咒 其实这个不重要了 重要的就是这 你得养成一种好习惯 读经送咒念佛 是让我们培养这种好习惯 好的心理习惯 好的生活习惯 菩萨六度 头一个是布施 实际上就一个布施 布施做的彻底 六度万行 全在里面 你看看阿弥陀佛 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什么身份 我就是施主 大施主 我们还称他为导师 西方极乐世界 接引导师 阿弥陀佛 给我们说出真话 他自己认同的身份 就是大施主 舍 给一切众生 提供最圆满的幸福生活 所以这个大施 圆满的大 那时候正好我可以去拿呀 错了 我们要学 我们要怎么学 今天的有点志气 极乐世界的几块环节 我还看不上眼 我得学学 将来我成佛 要让极乐世界成倍的放大 这个就是我们 真正理解了 弥陀的愿心 知道如何用心 我们不能够 用一种索取的心 去学习 要放下索取 提起付出 愿意付出 欢喜付出 不停的付出 果报离我们越来越近 不停的索取 实际上果报离我们 越来越远 果报不是求来的 果报是舍出来的 是修出来的 这是很多人 至今不愿意相信的真理 不愿意相信 他愿意发财 但不愿意布施 这很奇怪的逻辑 就好比 我愿意收获庄稼 不愿意播种一样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极乐世界 何以那么富有啊 有这样的大施主 不富有 太奇怪了 这是我们 要学习的七点 法藏菩萨这样自我介绍 我们就这样 自我学习 从当下开始 每一天布施 会用心了 大家今天就布施了 两个小时 坐在这里也是布施吗 不要让时间浪费啊 修大布施 所以各位施主 辛苦了 既然布施了 就要布施的欢喜 给个笑脸 开心一点 希望大家 明天继续来做 施主 大施主 好了 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 明天继续 修大布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